达兆法师曾说 无忧即是福 心宽则无忧 故心宽是福 心宽如海 百福尽来 人生许多事 就像是花丛间的蝴蝶 你追着不放 它会害怕闪躲 你追得累 它便逃得累 不如把心放宽 静静地流连于花间 花的香气熏醉了你 蝴蝶也会情不自禁 悄悄向你靠近 眼宽能容天下紧 心宽能容天下势 舍得才会获得 放下才会安宁 心宽才会幸福 富商养了一只鹦鹉 能听人言 明人语 特别讨人喜爱 有一天富商要外出 便吩咐仆人 好好照看鹦鹉 谁知道富商走后没几天 鹦鹉便染病死了 仆人心想 自己的命都不一定有鹦鹉值钱 十分害怕富商回来后责罚自己 可富商回来后 丝毫没有提起鹦鹉之死 仆人庆幸之余 又有一丝不明 毕竟这是富商最喜欢的鹦鹉啊 富商淡淡一笑说道 我养鹦鹉 可不是为了生气的 简单的一句话 却道出了一种心宽似海的人生态度 同样的 我们学习不是为了生气 我们工作不是为了生气 我们相爱不是为了生气 我们生活更不是为了生气 做人最重要的是 要弄清楚生活真谛 活出真我 生活的本意 是想要开心幸福 但是很多人 却被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 蒙蔽了双眼 终日郁郁寡欢 不如把心放宽一点 放下那些不开心的事情 带着一片宽广之心 欢乐前行 一个年轻人 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生气 有一天他去找一位大师求救 并讲述自己的苦恼 大师摇了摇头 将手中的茶水倾洒在地 并将年轻人关在屋中 年轻人注视着洒在地上的茶水 慢慢渗入大地 再被空气挥发 变得无影无踪 突然顿悟 向大师拜了又拜 我们的生命 就像大师手中的那杯茶水一样 转瞬间就和泥土化为一体 光阴如此短暂 生活中一些无聊小事 又哪里值得我们花费时间去生气呢 难过时 与其多愁善感 不如出去旅游散心 等他柳暗花明又一村 郁闷时 与其闷闷不乐 不如约好友喝茶下棋 一杯清肺斧 入梦一流香 生气时 与其大吵大闹 不如多多自我反省 静坐长思挤过 闲谈莫论人非 人这一生 活的就是心情 开心是一天 不开心也是一天 你若心宽 生活如糖甜 你若纠结 生活如嚼辣 做一个聪明的人 大事看小 小事看淡 心宽一寸 路宽一丈 若你心小如真言 你就走不出自设的障碍 若你心宽似大海 心灵就能一直海纳百川 一对老夫妻 结婚已经四十多年了 依旧恩爱有加 很少有争吵发生 有人问及原因 妻子说 刚结婚的时候 我就想写出 丈夫的十条缺点 在未来的日子里 她犯了这十个错误中的 任何一项时 我都可以原谅她 可我想了半天 也没能想出十个缺点 后来 我干脆不把这十个缺点 具体地写出来 这四十多年来 每当丈夫做错了事 让我生气时 我就提醒自己 就当这件事 是我可以原谅的 那十条错误之一吧 心若计较处处都有怨言 心若放宽 时时都是春天 夫妻之间如此 朋友之间也可如此 世间之事都可如此 苏氏屡次被贬 却写出 回首向来 萧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 也无情 杜甫科举落榜 却写出 会当林绝顶 一览众山小 李白怀才不遇 却写出 天生我才 必有用 千金散尽 还富来 白衣苍狗 多帆富 沧海桑田 几变更 事事不如意者 十有八九 若你总是因此而伤感 生活 哪有晴天 不如把心放宽一点 有些事办不到 无愧于心就好 有些人留不住 两不相欠就行 强求惹来怨恨 计较 伤心费神 还不如一笑而过 用一颗平常心面对 春有百花 秋有月 夏有凉风 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使人间好时节 心静则万物莫不自得 心动则万象差别自现 人生的烦恼 不是外界强加给你的 而是从你的心里产生的 不是别人在烦你 而是你自寻烦恼 内心宽广 不咎于情 不缠于人 能安隐于世 可静默于轩 空欲和泛滥 防陋习滋生 神平气自和 心宁静自生 才是生命最完满的状态 心宽如海 百伏进来 第一眼前 你的时候 你就在哭 朦朦的我 少做错 然而你每一个 小动作 都会让我特别幸福 再后来 你就慢慢的 不再苦恼 自己学会了 走路和奔跑 然而你每一次的跌堂 都在我心里 泛起波澡 未来的路 还有很远很长 亲爱的宝贝 你不用惊慌 你不用惊慌 我相信 不管有多大的风浪 你都能自己抵抗 未来的路 还有很远很长 亲爱的宝贝 你不用彷徨 如果你是在 委屈的时候 别怕 在爸爸的肩膀 跪着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